我们看到一个Daisy的一个全球足迹,我们的迪拜举办的全球活动,我们有500人参加了这样的一个大会,那在这样的一个会议当中, 我们非常高兴看到了我们的最大的市场,比如说日本,他们也有着非常好的成绩,那么他们还有匈牙利的团队,他们也是来了很多的人, 还有德国团队的人,来自韩国,拉丁美洲,欧洲,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代表性是全球的一个足迹,所以我们Daisy是非常全球化的, 这样的一个网络研讨会也是翻译成十种语言,所以在不同的市场,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会议当中, 我们提供了十种不同的语言,并且也是录制好,到时候会后可以进行点播,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活动, 我们将会分享这个DISRUP活动的相关的信息,在今天分享给大家。 好,大家请稍等一下,我来准备一下这个相关的信息。 好的,我们来开始,大家可能在这里已经看到过,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个视频, 关于我们这次活动在迪拜,然后我们最后会宣布一个信息, 我们2023年的2月,我们再会在迪拜的可口可乐体育馆举办下一次的大会,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下一次的活动呢,希望大家都能参与进来, 那么我们可以共同的参与,共同的见证DISY的一个良好的势头, 这是非常令人激动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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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刚才看到这样的一个视频啊,我都非常的激动。 我们又回想起了,这个会当时人们的一种力量,人们的一个信仰,是非常令人惊讶的,我们非常高兴,非常激动。 那么我们看到这些人,我们都像我们的亲人一样,真的非常的令人惊喜,非常期待下一次的活动,那么基于现在的这个情况,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存在着一个挑战,就是本来十一月份,Forex就应该可以上线了, 那么我们本来十二月份,我们的提前一样的一样的一样。 这是非常具有力量的 我们知道现在只有一件事情最重要的 我们说了很多相关的活动 还有这个活动 就是一个重点 就是它其中的一个表现 投资的一个表现 那么我们是否能实现人们的一个期待 那我们在做众筹的时候 我们能否实现人们的期待 那么我看到你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没有没有 我只是非常赞同您说的话 因为我们看到已经有结果了 那么我们在以色列的时候 我们也有聊到 比如说我们怎么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么知道了这一点之后 我觉得非常的这个 我们非常的开心看到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这会让我们Daisy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的一个趋势 那么你看到他有这样的一个良好的成绩 那我现在更好能够理解 我们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贡献 大家日常的一个努力 那么我们也能够理解 大部分的人 他们可能 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或者是 没有这样的一个基础 他们也不知道 他们也不知道 Daisy的真实程度是多少 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瞬间 那么让我们知道 我们能够看到 让他们亲眼去看到 我们Daisy的一个绩效 我们开发出 以及众筹出了一个全新一代的人工智能 在我们的这个贸易的交易的领域 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像Anna博士这样的 我们的专家 他们在不断面临着这样的一个挑战 解决问题 不断的开发技术 那么我们也实现了第一代的 Daisy AI 那么我们也有一些非常令人激动的消息 可以发布给大家 在今天的这个会议之后 我们会在YouTube上分享一些视频 大家可以在这里看到 听到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 关于我们过去的Daisy的活动的信息 那么我们会一个一个的去发布 在今天开始发布第一个 那么我鼓励大家去听一听 这些开幕的讲话 因为大家都是Daisy的一个部分 大家都应该去看一看 那么大家也应该同意 我们所说的内容 以及我们可以看到 在Daisy当中 我们是否可以与这样的一个主流的声音 来形成共鸣 比如说我们的液体的NFT 我们的挖矿的项目 我们会在YouTube上分享 这样的一个PPT和视频 其中包括各种各样的细节和信息 都会提供给大家在YouTube上 也就是我们Daisy的YouTube的官方主页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并且去聆听一下 我们的这些演示和演讲 那么我们都会给大家分享 这些非常重要的信息 那我们来看一下吧 我们在Distrupt Cam的时候 我们说到了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成功 挑战呢 它们是一个美好的东西 那只要我们能解决这些挑战 这些挑战其实就是美好的 那只要最后我们获得了一些成果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有看到这样的成果就是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也非常高兴 与大家可以去分享这样的一些成绩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Daisy AI 用于这个加密货币 那这是全新一代的AI的工具 它其中的一部分是加密货币 下周开始可以正式使用 它是与Daisy平台完全适配 在未来的几周 大家可以看到一些非常好的成果 是在加密货币和AI的层面上 那么它的结果呢 也就是 从每年20多到30多的一个收益率 这是没有杠杆 也没有合并的一个收益率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最高的一个收益率了 那么 我们与Anna博士聊天 那我们有说过 这是一个全新的突破性的AI 那么它有着不同的策略 它也是多样化的 所以就是一些非常好的工作 在这个加密货币的方面 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好的成果 我们有很多的起伏 我们看到在第一年的一个成绩 请大家记住 这样的一个开发过程是需要时间的 这也是为什么Anna和我们的团队 在努力地做这一点 那么我要去恭喜大家 因为我们已经实现了这样的一个目标 我们去做了这样的一个众筹项目 我们筹集足够的资金 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股权 也就是Endotech的股权 那么现在我们向全世界公布 我们的全新一代的AI 那么它会继续地增长 在未来的这个增长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成果上限 在未来的两周 那下面的一个宣布的信息 大家在这里可以看到 Forex的交易平台现在上限了 而且它做得更好了 它比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做得更好了 这是关于我们的Forex的交易平台 我们的这些平台 在这周50%的项目的客户已经上限 并且有1.5%到1.5%的一个绩效 那么我们这周呢 第一周已经获得了这样的一个1.5个点的收益 那么我们也会看到它在周二上限 所以这Forex会在周二继续上限 所以离现在呢 还有4天 那么我们在这个方面呢 可以每周末的时候撤回一些交易量 在周六或者是周末的时候 你会有机会去提现这样的一些基金 这些资金 但是呢 我们也建议大家去做合并 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平台的工具 那就是我们在做这个策略的时候 那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合并 但如果你在周末的时候没有去做提现 这些奖励就会进入到下周的交易 这就在未来的90天呢 不断的这样的利滚利的进行收益 那么 大家只需要不去提现就可以了 那这些不提现呢 就会不提现的话就直接合并到 下周的资金当中 那就可以利滚利 那这是我们的一个叫做合并的策略 我们基于现在的一个测试的结果呢 我们期待有5%到10%的收益 这已经是非常好的成绩了 那么我们看到Forex的团队 我们有很多的科学家 教育员 一个非常完整的团队 从人工智能的角度来说 我们是非常专业的 我们有一些非常强大的关系 有着最好的一些算法 AI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追踪 那么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 非常令人激动的多样化的信息 从一个传统的Forex外汇 到现在不同的商品 不同的类别 比如说黄金 白银 这个银子 那么我们还有各种不同的测试 比如说石油 这些对他们来说 都是非常具有这个竞争力的 那么我们看到人们 到这样的一个贸易团队当中 那么Forex呢 现在已经上线了 大家如果现在还没有获得 Forex的这个产品 大家现在请一定要参加进来 大家一定不想错过这么良好的一个产品 那么大家都一定要加入到我们的Forex tier里面 那在这里它现在已经上线了 并且它会周二的时候会全部上线 那我们来看一下现有的一些新情况的进展 那么我们会给每一个人提供这样的一个奖励 大家会在我们的这个液体挖矿的项目当中获得一个特权 如果你在这个迪拜的活动之前就参与进来 那其实大家已经获得了这样的一个奖励 大家每个人呢 都可以获得 那么 它和我们的 Daisy的这个代码当中 我们会获得这样的一个挖矿的机会 那么现在我们每一个人怎么去聚焦 现在我们怎么去做 我们 怎么在4月30号之前参与进来 如果大家错过了Paysetter的活动 那么 不管原因是什么 我们在前30天无法参与进来 我们每一个Daisy的成员 大家可以再次参加 这就意味着 我们可以有24个个人的推荐 他们需要是全新的 在30天内实现 确保不要去稀释现有的成就 24个人 在4月30号实现 也就是 3月29到4月30号之间 实现24个新的人的推荐 并且 是在4月份 实现 12万8千这样的一个新的量 那即使大家有上这个升级 我们的 全新的量 大家可以在屏幕上看到 如果满足这两个条件 那就可以去实现我们的这个目标 我们的这个 Pay Setter的奖励池 会进入到下面的一个阶段 它会变得越来越大 那么 我们现在 是很好的一个成为Pay Setter的时机 当然大家如果 大家推荐这个Pay Setter的 个人 那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小领导 来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 那这样的一个70-30的优惠的项目 已经在延期了 70%的奖励 将会直接进入到我们的交易平台 30%将会进入到股权的这一块 那这个 这一块呢 我们会变成50比50 所以这对于一级到七级的用户来说 都是非常好的 70%的贡献呢 将会进入到实时的一个交易 并且你也可以获得股权 这样的一个股权的活动呢 在这个活动结束之后 我们会有股权的下降 在四月份 我们可以获得最多的一个股权 这是有史以来最多的 前所未有的 这样的一个宣传的活动 将会在四月三十号结束 所以这一个月 大家一定要去做决定了 去升级一下 那我也想要提醒大家 这里有一个 提醒就是 我们可以有一个重新购买的 rebuy的一个项目 比如说 我想要买四级三级 或者是其他的产品 那其实之前的一些等级 我们都可以重新购买 这样我们可以更好的去获得 这个 活动的最大的好处 那有些人可能想说 我想要去更多的购买 我们想要去参加这样的一个 重新购买的活动 来获得更多的股权 我们想要现在继续 聊一下我们的液体的项目 我们的liquid项目 那么我们在这里 可以看到liquid的项目 NFT的项目呢 就是我们的液体冷却挖矿的项目 我们的这个项目的上限 将会在我们实现了我们的承诺之后 再去做 我们要实现我们的AI的一个良好的势头 那么大家对于我们的liquid非常感兴趣 很迫不及待的呢 请大家关注Daisy 关注我们怎么去发展 关注我们怎么去让新的人 加入到我们的Daisy的活动当中 那我们的 在未来的几周发展的过程中 我们将会有一个液体的NFT的项目 我们现在网站已经上线了 也就是3w.liquidnft.club 那大家可以在这个Tronlink的APP上 或者是我们的各处都可以去找到这个网站 那liquidnft它是世界上的首个NFT 可以提供我们所有 提供给我们这种最高性能的比特币挖矿机的所有权 那么它会有着最高的技能来进行挖矿 获得最高的日收益 那对于我们的个人的单日的收益 每天都在增加和滚动 那么我们获得这些长期的被动收入 那我相信这样的一个项目呢 是我们个人啊 一个超过百万美元的一个项目 它是一个大项目 它可以成为主流 那么我们作为DAISY的社区的一员 我们获得了这样的一个特权 来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 我们将会在正确的时间点 发布这个活动 我们要确保呢 大家都知道liquidnft是什么样的 它意味着我们有着自己的NFT 并且是一个数字化的所有权 并且是我们所获得的NFT 以及其中提供这些收益 还有股权 提供这种透明性 提供这种保证 这种安全性 真实性 那么我们也可以获得这样的收益 还有这个智能合约 来进行股权的交易 并且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智能的合约 来去获得我们的奖励 并且可以在开放市场上进行销售 我们可以去销售这个碎片化的NFT 它可能是NFT的一个部分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资产的NFT呢 它可能是我们的市场上 让我们现在要做什么样的工作 那么这个项目现在暂时还不会上线 我们会等到时间合适的时候去上线 那么我们希望我们的整个社区能够去更好的 看待这样的一个项目 我们去到liquidnft.club的项目 那么我们可以去注册一下这个钱包 然后现在就会获得相应的一个奖励 你可以选择一个NFT或者是一个未NFT 那么我们建议大家去做这件事情 我们已经有了第一个这个挖矿机 我们已经拿到了800个挖矿机 它的这个功率是兆瓦级的 那么大家如果进行这个预定的话呢 我们就会预定到一些我们的一个相应的 我们的交易的权限 那么我们上线之后呢 大家可以获得48个小时 来去获得这些购买权限 那大家看到 如果你是有这个预定的话呢 你只有去预定 才可以最终有机会在48小时内购买 你预定了之后 如果48小时内没有购买呢 这48小时之后 这样的一个NFT就会重新进入开放市场 可以供其他人购买 那么它基于我们的这个挖矿机 还有我们的上线的时间 我们可以和制造的公司商量 我们会发布它的价格 那每一个NFT最后呢 都会代表一个全新的时代 或者是这个模型 从这个价值呢 可以这个价格的范图 可以这个价格的范围啊 这个价格的范围啊 这个价格的范围啊 我们的这个一战式的一个产品 那么 那么micro的NFT呢 是指十分之一个这样的一个挖矿机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的第一批的NFT有4800个单元 那么一个VNFT代表的是一个NFT的十分之一 那么我们可以选择去使用VNFT或者是全NFT 大家可以去去到我们的liquidnft.club这个网站 大家可以在这里看到点击现在预购 然后选择然后确定 那么请大家真正的感兴趣再去预定 因为我们要确保我们把这个资源留给大家最需要的人 如果大家每天都可以想要获得这样的一个比特币 我们的虚拟货币的收益 这样的一个项目是非常好的 是一个可以成为主流的一个变革性的一个产品 那么我们的市场可以获得这样的一个优势和进展 那么对于大家如果你加入到了 Daisy的夏天的这样的一个销售呢 那么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已经被锁定的一些代币 那么每个月被释放出一点点 那么我们的这个被锁定的代币呢 我们准备去释放这些被锁定的代币 我可以选择去释放这些 并且去兑换 去锁定兑换这些 我们去控制这个整个的运营 形成了一个奖励池 只有提供给那些锁定的客户 也是同样的一个网站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大家如果看到了 Liquid Promo 也就是活动的这个页面 那么我们可以去看到这个额外的一个奖励 大家如果获得了这个奖励的内容 这个月呢都可以最终的兑现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主页上 D字母就可以看到 这就代表着我们的Daisy的代币 是大家已经获得的代币 所以大家如果是赢得了Daisy的代币 你可以把它锁定 然后参与我们的比特币挖矿的 这个奖励池当中 所以这对于大家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 这也是一个获得另外一个收益流的一个工具 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 我们在迪拜的时候 我们在做Distrap活动的时候 我们也是和很多人会面 他们也是在这个主流的一个比特币的领域的人 那么我们都有进行沟通 那大家都在去聊怎么去做平台 那么人们怎么去真正的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 那么我们的这个发射台 一般都会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 才能够 进入到市场 让人们知道 它的名字 然后建立起这样的一个能力 那我们的团队已经做了很好的工作 我们 现在已经获得了 在AIBC上的第一名的成绩 那么 有些我们可以看到 大家说 你是否可以 去获得 这样的一个成绩 那么 我们要在AIBC的这样的一个峰会上 看到这个发射台相关的信息 它在线上会公布 人们在讨论 我们都知道 现在呢 大家都在关注这个Live that beat 那么我们也会进一步的增长 一些团队高管层 他们做的工作非常好 他们呢 会为未来做好准备 那么我们也带来了一些全新的 全新的这个发射台的项目 那么我们有看到一些最好的一个发射台的 这个关键意见领袖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都有着良好的 我们有着良好的一个潜力 成为史上最好的一个发射台 那么 我们也希望呢 把这个 这个进一步的发展 那我们现在也看到 在市场上 开放市场上也在发生着 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们现在发生着很多很好的事情 所以我们想要去强调 那么我们这里可以看到 这个活动中 我们可以 这个迎接上万名员工 上万名的参与者在明年的二月份 在可口可乐的会议中心 这个体育馆参加 那么我们会宣布预售 早鸟票的销售 我们会有 我们有九到十个月的时间 来去 准备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么我们已经看到良好的成果 我们每一个人 大家的分享 大家在分享这样的一个机会的时候 然后大家都会觉得 他会感谢你 带他们进入了Daisy的世界 因为在这一年呢 我们会看到一些良好的成果 我们有 这个让他发展成 更高的等级 发展得更好 那么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 Liquid NFT的项目的还有Uplift的项目的时候呢 他现在也在市场上在做增长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良好的 社区的成绩 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成员了 我们未来的目标是有100万成员 那么 在今年想要实现 5亿的一个目标 那么我们也相信 所有的这些标准都会被达到 在这一次和下一次活动之间 我们会实现这些目标 我们都看到 有我们的亲眼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成绩 那新的AI的成绩 那么我们也告诉大家 我们要付出努力 我们永不止步 我们一定要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 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承诺 可以共同的合作来去发展Daisy 让它成为一个真正有潜力的项目 在我们的市场当中 我们把话筒交给Edward和我们的嘉宾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加入 那么我们的YouTube的视频将会在会议之后发布 请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视频 非常感谢 你说的非常令人激动 这些全新的新的宣传活动 那么我们现在 有很多的人刚刚回到家 那么我们也非常高兴看到这样的一个时间 以及在未来几个月我们会看到一些进展 Edward刚才有提到 我们明年的三月 明年的二月份会再次举办一个大型的活动 我们会去到亚洲欧洲 我们会宣布 我们会让它发展到另一个层级 那么作为这样的一个社区 我们非常具有信心 我们就像一名画家 我们对自己的画作非常地有信心 我们也知道 看到一些这些成果 四月份将是我们的一个转折点 我们非常感兴趣 我也非常激动 我们看到大家的团队的一个社区感是非常浓重的 那么我们想要说一下 我们在这个挖矿领域非常紧密的合作 建立起了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其中的一些这个专家就说 为什么我们现在不去上线这个Liquid项目呢 我想要告诉大家 现在我们还没有准备好 我们会有自己的团队 而且我们要去把他们互相的连接好 我们看到了这个成绩之后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强大的势头 我们看到这些 Forex 外汇 然后虚拟货币等等的这些成绩 那Forex它其实和虚拟货币有一些不一样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策略呢 是去更安全 那么这是一个日常的一个检查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其实Forex和这个外汇啊 它和这个虚拟货币之间 有着一个非常明显的差别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 在外汇当中呢 我们会看到的变动是比较小的 所以我们非常激动 也非常期待下一次活动 在下一次活动之前 我们会进一步的发展 我们也非常高兴 今年在迪拜看到大家 非常期待下一次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个Forex的数字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并且我们也要记住 我们是从这个加密货币到法律货币的这个交易的领域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周开始 是的 我们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 伊利亚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那么我们看一下 我们会有更多的线上研讨会 那么我们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 四月份是很好的一个机会 也就是我们73时的这样的一个宣传 我们也可以重新购买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 那么大家如果还没有加入进来呢 大家现在可以加入进来了 大家可以去重新购买之前的一些等级 这个瞬间 大家一定要把握住 即使是虚拟货币的这一边 我们也要去努力的看一下 我们有一些非常健康的发展 我们也有一些非常好的势头 那么现在是非常好的一个时间点 去做这个虚拟货币 加密货币的一个发展 是的 你可以再重复一下我们的股权 所以你在买一集二集三集的时候 我们关于股权的一个新的进展 还有下个月的情况 你可以重复一下 这是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宣传活动了 那么股权将会按照这个贡献量来进行计算 那现在这个原因呢 就是我们的Endotech的估值模式 在我们的机构投资者的这个领域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所有的这些 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进展 也就是AI的突破 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突破 大家都在关注Endotech 在我们的金融市场上呢 大家在做着非常努力的工作 那现在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份额 这些我们的未来的进展 那么我们要再进一步的去开发第二点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 你会有一个额外的这个股权 50%的份额进入到线上的这个实时的交易 那么这50%呢也可以获得股权 现在的一个活动呢 就是70%的贡献呢 会进入到实时交易 30%进入到股权 但是你可以达到 你可以得到同样的量的一个股权 也就是50% 所以这是一个20%的一个奖励 你会获得额外的20%的股权 这是一种奖励 那么这样的一个活动呢 将会在4月30号结束 那么我们需要去更好的关注 请大家把握好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们聊到了这个活动 AnderTech的CFO Dying Roy 他也是给我们视频演讲了 他是来自安生尿 他现在 在过去的六个月呢 与我们合作 我们还没有宣布 那么我跟他说 我跟他进行了一些采访 他是CFO 在AnderTech单人CFO 我们有着宏大的这个展望 所以股权是非常重要的 好 我们来总结一下吧 我们会发布一些YouTube视频 在我们的电视上也会发布 大家在链接里都可以看到 在未来的几天 我们会继续发布 这些不同的活动的部分 那么我鼓励大家去看一下 这些视频的片段 这样呢 大家可以看得更为真切 所以我鼓励大家呢 去花一些时间 去看一下这些 直播的活动 那么我们今天也会发布 谢谢参与我们今天的活动 我们共同的创造历史 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